放学后,肚子饿的狐狸猫与小树蛙 相约去便利商店买茶叶蛋解解馋 在拨蛋壳时,狐狸猫发现茶叶蛋的蛋白缺了一脚 有人偷咬了我的茶叶蛋,不然怎么蛋白缺一脚 我的茶叶蛋也是蛋白缺一脚 小树蛙咬了一口茶叶蛋后,又发现 我的茶叶蛋里面有两个蛋黄耶 狐狸猫和小树蛙决定到座位区好好研究一下茶叶蛋 刚刚在拨茶叶蛋时,我看到了蛋壳、蛋白 和蛋黄 我还发现,在蛋壳里面有一层膜耶 而且,拨开蛋壳后,才露出缺了一脚的蛋白 所以,应该是不会有人偷咬了蛋白一口 可是,为什么蛋白会缺了一脚? 还有,你的茶叶蛋里面有两颗蛋黄 我的只有一颗蛋黄 这又是什么原因呢? 是啊,小小一颗茶叶蛋,竟然有这么多问题 我觉得,明天我们一起去问生物老师 我还想知道,熟鸡蛋和生鸡蛋有什么不同呢? 于是,隔天到学校后,狐狸猫就和小树蛙一起去找生物老师问问题了 狐狸猫把昨天在便利商店吃茶叶蛋时 和小树蛙一起想到的问题跟老师说了一遍 小树蛙和狐狸猫观察入围哦 你们吃的茶叶蛋是熟鸡蛋 外面到里面会看到蛋壳、壳膜、蛋白和蛋黄这四个构造 老师,那生鸡蛋和熟鸡蛋除了是生的和熟的不同之外 还有什么不同呢? 老师,这边有两颗生鸡蛋 你们可以来观察一下 我发现鸡蛋的外观有蛋壳保护 一端比较尖,一端比较顿 接着,老师教他们用剪刀的把手 轻轻敲灭顿端的蛋壳 然后,用镊子小心剥掉蛋壳 我看到顿端的壳膜白白的 跟旁边不太一样 你们可以用镊子 小心将这个地方的壳膜撕开 会看到什么? 我看到里面还有一层膜 像是有夹层似的 这个夹层就叫做气势 莫非,这就是茶叶蛋的蛋白 被偷吃一脚的秘密 哈哈,狐狸猫答对了 气势可以进行气体交换 与呼吸作用有关 而且气势的大小是会随时间改变的 鸡蛋内水分会不断地 从蛋壳上的细孔蒸发出去 气势也就不断变大 也就是说,越新鲜的鸡蛋 气势就越不明显 所以,观察气势大小 是一种简单有效的 检查鸡蛋新鲜度的方法咯 接下来,他们把蛋壳弄破 让鸡蛋内的东西 流到培养皿中,进行观察 我看到蛋白,卵黄 可是旁边有两条白白的东西 那是什么? 我还看到卵黄上面有一颗小白点 那又是什么呢? 卵黄旁边两条白白的构造叫做细带 有固定卵黄的作用 同学都知道,一颗鸡蛋里面有一个卵细胞 就是由卵黄和小白点所组成 小白点内含有细胞核 也就是遗传物质所在的地方 受精的鸡蛋就会从这里发育成小鸡 所以我们所吃的最有营养的蛋白和卵黄 就是要作为小鸡发育时提供养分的来源哦 固图为鸡蛋的构造示意图 鸡蛋中为一个完整细胞的部分 包含哪些? A,B,C,B,A,B,C,A,D,A,B,C,D,E,F,G 正确答案为B 老师老师,为什么小树蛙吃的茶叶蛋中 会有两颗蛋黄呢? 我们一起来看母鸡体内的生殖系统 包含卵黄和小白点的卵细胞 是由母鸡的卵巢产生的 当卵黄和小白点通过输卵管时 输卵管先产生细带以固定卵黄的位置 使它位于蛋的中间 然后输卵管再依序分泌蛋白、壳膜、蛋壳 加在卵黄外 最后一个完整的鸡蛋 就由输卵管末端的开口排出 所以,如果母鸡同时排了两颗卵黄 一起进到输卵管中 一起被打包到鸡蛋中 就会变成双蛋黄的鸡蛋了 老师,鸡蛋有蛋壳保护 那是不是所有的蛋都有蛋壳呢? 鸡生活在陆地上,所以鸡蛋有蛋壳保护 如果是生活在水中的鱼类或是两生类 是不是有蛋壳保护呢? 你们可以想一想哦! 关于蛋的构造 下列叙述何者正确? A. 蛋是一个细胞 蛋壳是细胞B 蛋白是细胞质 卵黄是细胞核 B. 以受精的蛋中 卵黄上的小白点可以发育成胚胎 C. 卵黄蛋白由输卵管分泌形成 B. 蛋壳可提供胚胎发育所需的养分 正确答案为B 又到了课程尾声 让我们一起做个小整理吧! 鸡蛋的构造与功能 壳膜 气势 可用此判断蛋是否新鲜 蛋放置愈久 此部位愈大 蛋壳 输卵管的分泌物可保护卵 卵白 输卵管的分泌物可提供受精卵发育时 所需的水分和养分 小白点 由卵巢产生 内含卵细胞的细胞核 受精后将会发育为小肌 细带 输卵管的分泌物 能将卵细胞的位置固定于蛋的中央 卵黄 由卵巢产生 为卵细胞的细胞质 可提供受精卵发育时 所需的养分 最后给你一个小问题 想一想 请同学想一想 母鸡单独关在笼子中 是否会下蛋 小白点中的遗传物质 有何特殊的地方呢 欢迎你去寻找答案 并留言在下方 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